人传冠军赛抽签分组刚刚出来 国平选手樊振东就发文进行了维权 主要原因是樊振东在购买演唱会门票的时候 身份证遭到了泄密 樊振东之前购买陈奕迅演唱会的门票 被一些粉丝发现了他的身份信息 熊米也知道樊振东比较喜爱看演唱会 没想到这一次个人信息被泄露了 樊振东进行了发文维权 表示他参加完人传冠军赛之后 会收集信息进行维权处理 在马上要开赛的情况下 樊振东面临着场外因素的干扰 甚至一些球迷还不希望樊振东获胜 希望他单打一轮游 明显都不看好他这次在冠军赛的发挥 在这些球迷看来 他天天光想着去看演唱会 哪有心思训练和备战呢 樊振东要用博冠的成绩 去大消质疑 樊振东在仁川冠军赛独守上半区 很显然 教练组也想检验一下 樊振东目前独守半区的实力 之前都是跟队友一起同守半区 这次让他一个人单独守一个半区 也是为奥运会单打比赛做准备 球员个人隐私需要得到保护 球迷行为要有底线意识 樊振东作为国平议员 他有着非常广泛的知名度 也有着大批的粉丝群体 然而 这些粉丝应有的作为 应该是基于自己所喜欢的球员空间 让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赛场上 人穿战的比赛对于樊振东来说非常重要 由于新加坡大满贯樊振于临时洞 过早出局 这使得他失去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队内奥运积分也被王储钦反超 近一年来 樊振东受习伤 兼伤的影响 状态一直难以维持在一个高水平 仅2023年 樊振东内战 外战就输掉了八场比赛 按照国平巴黎选拔办法 在巴黎奥运会前 也只有仁川战 世界杯 沙特大满贯三战比赛能够拿到积分 5月7日 教练组就将确定 巴黎奥运会男 女单打名单 从仁川战男单抽签来看 樊振东所处的上半区 几乎是被各路高手包围 勒布伦兄弟张本之和 包括首轮就要对阵 日本超新星松岛辉空 一旦输掉外战 再过早淘汰出去的话 对于樊振东个人积分 及备战奥运都是极为不利 在这个结果眼上 一些人还要对樊振东 进行骚扰谩骂 这种法是难以让人理解的 作为国平一哥 樊振东手握四个世界杯 单打冠军 一个时兵赛 单打冠军 团体赛更是 国平男团铁血一单 为国家队争得如此多的荣誉 樊振东难道不应该 受到大家的尊重吗 球员背后付出太不容易 球迷把支持要留在赛场上 樊振东代表国平征战多年 大大小小的比赛 也让东哥身体伤痕累累 备战成都士兵赛期间 樊振东膝盖腾到无法走路 马龙上场时也需要打封闭 为了国平荣誉 特别是35岁的马龙 即将淡出国家队 樊振东身上的担子 还是很重的 王楚清从今一年多时间来 大赛上才有突破 梁敬坤 林高远的年龄 很难坚持到下一季奥运会 国平00后选手中 林诗栋 相鹏 袁立层还都太直嫩 国际比赛发挥非常不稳定 樊振东作为国平一哥 他即便是没能实现个人大满贯 但他在球队心脑交替过程中 也是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 真正支持国平 支持樊振东球迷 绝对不会私下去干扰球员个人生活 应该把知识留在赛场上吧 大家如何看待樊振东发文维权 称有人查到其手机号 进行骚扰谩骂 这些行为是否已经超出了底线 樊振东必须要拿出独守半区的实力 而且这次必须要确保夺冠 因为下半区是马龙跟梁敬坤 两个国平选手同区 马龙这次要对战林中勋 莫雷加德 林云如三大高手 梁敬坤在下半区要对战之前 击败马龙和林高远的李尚珠 应该说下半区的竞争对手 实力也很出色 这次上下半区的国平选手都面临着主要的外战竞争压力 马龙这次面临的挑战压力不弱于樊振东 林云如可以说是下半区实力最强的外协对手 林云如去年就两次击败了马龙 这个竞争对手对马龙的威胁性很大 这次对马龙来说也是复仇之战 既然马龙选择了挑战林云如 说明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作为老将的马龙来说 还是要捍卫自己职业生涯的荣耀 从这一点上来说就值得球迷学习 梁敬坤这次应该说外战发挥比较稳定 只要跟马龙成功会师就完成了任务 梁敬坤应实力出色 足以应对下半区竞争对手的挑战 就看马龙能否击败林云如了 不过这次外战压力如此之大 有没有王楚清来参加这次人川冠军赛 国平的三个参赛选手能否打进半决赛 确实有待比赛检验 樊振东在上半区的压力可想而知 单打第一轮樊振东就将对战松岛辉空 釜山团体食品赛双方刚刚叫过手 赛后的松岛辉空输得很不服气 在这个年轻选手看来 樊振东打法技术已经老化 他认为以后自己能够击败樊振东 这次双方在人川冠军赛交手 樊振东就是要用稳定的发挥告诉竞争对手 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因为上个月的比赛是遭遇战 这次交手樊振东就有比赛经验了 所以第一轮击败松岛辉空对樊振东来说问题不大 他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八强之战的张本志和 因为去年张本志和击败过樊振东 今年对樊振东来说也是复仇之战 张本志和刚刚在联赛 还被国平老将延安给击败 樊振东只要在比赛当中 做好发球轮的限制 加强前三板的主动进攻就能够获胜 现在国平选手对战张本志和 都是发正手短球 然后攻击中间偏正守卫 在这个位置 张本志和樊振进攻无法主动发力 正守进攻也欠缺发力点 因为他只能侧身进攻 才能去进行反拉 张本志和他正守进攻 本身技术就一般 如果做不好前三板的揭发球衔接 被樊振东击败并不意外 这次上半区 还有法国的勒布伦兄弟 以及日平拳守护上孙辅 比较有威胁性 不过费利克斯勒布伦 有望对战樊振东 费利克斯是个值班小将 之前对战樊振东 并不占太多优势 双方这次交手 对樊振东来说挑战不小 毕竟勒布伦还在成长当中 而且前三板的衔接进攻速度快 埃利克斯勒布伦 这次如果能够击败高成瑞 和护上孙辅 也有望对战樊振东 对樊振东来说 每一个外邪竞争对手都不好打 而且樊振东现在世界排名 被王楚清给反超 必须要夺冠才能积分上升 这次赛前又被很多粉丝 给泄露了个人信息 这确实对樊振东的备战产生了影响 在球迷看衰樊振东的情况下 他只有用夺冠才能重新证明自己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考验樊振东的抗压能力 真正的优秀选手要克服所有的困难 经过新加坡大满贯赛事的失利之后 如今的樊振东 不管是跟队友之间的比赛 还是跟外邪选手之间的比赛 都需要强化比赛专注度 特别是衔接速度快的外邪对手 都对樊振东构成了直接威胁 在球风上比较克制樊振东 樊振东还需要提高自己的衔接速度 如果只是单纯跟对手打阵地战进攻 对手利用速度快攻的优势 反而能够形成反压制 樊振东也要做出一些球路上的改变 特别是阅读比赛的能力 需要进一步提升 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接下来的挑战